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方到四方 四个妻子 十七多个孩子 加上数十个孙子辈 家族里面谁也不服谁 这个家族经常出现抓马事件 恩恩怨怨可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为了争夺家族利益 为了争夺财产 对于谁是接班人都四了不少时间 而作为赌王何鸿燊最受宠的女儿何超穷 毫无悬念地稳战继承认C位 二房蓝穷英成为了这场财产争夺战的最大赢家 那么何鸿燊为何会选何超穷作为家族接班人呢 这其中在大众看来无非有两个理由 第一就是何超穷确实有能力 赌王有十七个子女 在所有的子女当中 何超穷的商业头脑以及果断手段是最像赌王何鸿燊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 他的眼光还超越了何鸿燊 第二就是因为何超穷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众所周知 何超穷曾跟床王之孙许靖亨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在何超穷十六岁那年 何超穷被父亲送往美国念书 就读于圣塔克拉拉大学 主修商业馆里的何超穷 却有着一个当明星的心愿 于是还在念书的时候 何超穷便加入过TVB 初次了解到娱乐圈的纷纷扰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何超穷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陈百强 陈百强在八十年代可是娱乐圈里大红大紫的大明星 就连张国荣都干做陈百强的绿叶 才子欲千金 陈百强被何超穷女神一般的气质所吸引 而何超穷又可外欣赏陈百强身上文艺儒雅的气质 两人相遇后很快便陷入爱河 就在众人认为两人会成为娱乐圈内一代佳话时 何超穷的父亲何鸿燊出面拆散了这对情侣 何鸿燊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天之娇子 只有同样出身贵族的才子才能配上他 1991年何超穷嫁给了传王的儿子许金亨 谁知何超穷婚后的第二年 陈百强便服下安眠药自杀 何超穷得知消息 不顾住人异样的目光 毅然前往陈百强的丧礼 见了他最后一面 丧礼上何超穷哭得几乎快昏厥过去 一直靠着好远的搀扶勉强支撑身体 后来在记者的采访中谈及陈百强的歌曲 何超穷直言不讳地表示 最喜欢他那首深爱着你 每次听到都会泪流不止 说着何超穷的眼眶便红了起来 时隔多年 何超穷早已和许金亨离了婚 支撑一人 虽然何超穷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但他并没有孩子 因此在何超穷退休之后 很大的概率就是从家族的后卫中 挑选一位继承人 因为不管选谁当最后掌权人 还都是自己家族的人 因此关于何超穷的继承人消息 一直都没有停过 这其中呼声最大的就是四房 因为目前他们这一辈中 只有连安琪的儿子和又君生下了儿子 其他都是小姑娘 但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 二房本身就与四房不合 而且何超穷也不傻 他不会傻到把争了这么久的家产 拱手让给别人 不过对于这种说法 很多网友都表示 何超穷既然能够做当家人 说明他的眼光肯定是常人比不了的 就算是跟四房关系不合 但为了大局考虑的话 从四房中选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四房真的能成为 赌王家族的第三代接班人吗 自从何超穷继承了父亲何鸿燊的位置 也继承了庞大的遗产 他如今已经60多岁了 这个年龄放在普通人身上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所以何超穷培养接班人这件事情 也是迫在眉睫 不过为了自己和家族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 挑选一个有能力的继承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有很多的传闻都说 赌王家族的第三代接班人将是四房的何游君 其实网友之所以会这么猜测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大房和二房的年龄都已经年长了 他们当继承人就不合适了 而三房一直非常佛系 从不愿意参加这些事情 再一方面就是何游君自身的能力也非常强 他可是史上最年轻的麻省理工金融硕士 其实何游君从小就是一个数学天才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就曾经连续两年在世界数学测试邀请赛中获奖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不仅如此 何游君还自爆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他还透露了曾经母亲想要把价值50亿的传物公司交给他打理 但被他拒绝了 何游君认为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创业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 现如今何游君自己创办的公司估值已经有6亿元了 可以看得出来何游君的确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超级富二代 虽然何游君能力强有经商天赋 但此前采访的时候 何游君曾公开的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何家 所以综合所述来看 何游君成为第三代接班人的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可能就有人问了 何游君不可能的话 那么他的儿子可能吗 毕竟孙子辈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 其实从各方面来看 何广深也不太可能 毕竟他的年纪真的是太小了 无法当成继承人来培养 综合所述 四方一脉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继承人 不过最近有新消息传出来了 有网友爆料称 何超穷真正的接班人 其实是何欠衡 那么这位何欠衡又是何方神圣呢 为何能得到何超穷的青睐呢 众所周知家族想要持续发展的话 继承人肯定是必须要选优秀的 那么何超穷挑选接班人肯定也是会择优选择的 而何欠衡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她是何超穷妹妹 何超凤的小女儿 何超凤的大女儿何思衡倒是比较高调 在名言圈子里很活跃 也经常在网上晒自己的美照 而何思衡的长相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还有这赌王最美外孙女之称 而且她也从不羞于展示自己火辣的身材 有一次甚至还因为穿着太性感太大胆 被舅舅何佑军怒吼进屋去 相比之下何健衡就非常低调了 他可是豪门中的一股清流 虽然长相方面不如姐姐经验 他的五官平淡 眼颊还带点婴儿肥 但何健衡从小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在美国进行深造 并且年年能够拿到奖学金 而且还以文学和政治双学位毕业后 又进入了美国杜克大学深造 何思健目前学习的是法律系 未来在家族生意中也是大有可为 何思健的年纪也非常合适 等到她毕业的时候也是26、27岁了 然后开始到家族工作 工作多十年之后 开始接班何超穷跟何超凤 刚好是顺理成章 值得关注的是 何思健跟香港一些豪门后代不一样 很多香港豪门去了外国读书之后 就选择留在外国了 比如说何思健的姨妈何超贤 如今也是在外国定居 霍介宁的女儿也是英国定居 李兆基的外孙也是在美国定居 何思健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参加了国家发展战略 与香港青年机遇的参访团 当时何思健跟着香港其他年轻人 一起从深圳出发 一路坐高铁到武汉 沿途参观了很多城市的发展 何思健也是感叹于祖国发展的快速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何思健就直言 毕业之后要回到香港工作 还说如果不回来将浪费大好的机会 这一点确实让人点赞 很多父母送孩子去外国读书 不是为了让他们学成归国 而是想让他们入外国国籍 以后留在外国工作生活 何思健作为何鸿燊的孙女 他却想着回来报效祖国 这一点还是值得欣赏的 何思健的外公何鸿燊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企业家 一生为国家为港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何超穷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企业家 他也说了他希望可以带领何鸿燊家族 所有人投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浪潮中 这就说明如果你不回来中国工作 那么肯定是无法成为何超穷的接班人 何思健在四年之前就有这样的思想高度 说明这个年轻人也不简单 何超穷也肯定欣赏何思健这样的态度 二房第三代只有三个人 除了何思健姐妹就是何有龙的女儿何开子了 何开子年纪太小 所以未来也不好说 而且年纪也对不上 三房跟四房的第三代则更小 目前都是两三岁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 何思健现在还是一块仆玉 还需要时间去雕琢 何超穷还至少可以工作15年 所以何超穷也会给何思健时间 看到霍启刚这段时间的表现 何超穷应该会对自己的接班人更加重视 何其刚已经竞选上了一员 未来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他在北京的深深鞠躬 又为自己加分无数 何其刚稳招稳打 前景绝对光明 何其刚才40出头 多淡练十年 那么时间就差不多了 除了何其刚外 何启山也是发展的不错 相反 目前何鸿燊家族的第三代 就没有如此出色的人物 何家不仅仅孙子出色 连孙女也是非常厉害 何正环的女儿 何思伟16岁就只身到北京学习画画 后来又去了留学 如今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珠宝品牌 同时她还成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 这几年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好事 如今何鸿燊家族也终于有了一个何思健 也可以好好迎头赶上了 何思健也应该好好跟姨妈何超穷 还有母亲何超凤学习 不仅仅学习他们的做生意能力 还应该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 跟爱国精神 相信低调沉稳的何思健 未来前景也是非常光明 未来是否会成为接班人 谁也无法预料 就何超穷目前状况而言 工作个十几年应该没太大问题 有足够的时间培养继承人 大家族和普通人始终存在着天大的差别 同时也期待着能够早日看见 何家下一代的接班人 到底会是谁将带着何家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最后会不会是何思健呢 尽等后续发展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